10月23日 描绘了香港导演许安华 四十载电影生涯的纪录片 好好拍电影在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映 导演间监制文念忠 与许安华一同现身当晚的首映里 作为资深的美术指导 文念忠与许安华 在男人四十 明月几十有等多部电影中有过合作 文念忠说 过去显有关于香港电影人的纪录片 许安华对电影的热爱和坚守 深深感染了他 因此想用这部影片 去记录许安华 香港电影和香港的成长故事 历时三年的拍摄过程中 从镜头后走到镜头前 成为被拍摄的对象 许安华形容自己是为所欲为 影片呈现的是非常真实的自己 做纪录片跟做演员是不一样的 当演员特别辛苦 因为要记他词什么 你纪录片你就为所欲为吧 然后他们就拍 那不太一样 不过当然我 我不是太喜欢就是标榜自己啊 可是因为我非常信任文念忠 他不会把我弄得很糟糕这样子 你觉得他有很真实的呈现 对对对对 在拍摄中 文念忠也渐渐观察到 徐安华行为人知的一面 他可能一直给我们的印象 就是一个大导演 但是其实他有很少女心的一面 就是很像一个少女羽样的有这么一面 对对 这个还让人觉得还蛮可爱的一个 什么地方是很小的 就是比如说他会 他会说一些打扮的想法 就是怎么让自己再好看一点 就是有一些少女的想法 作为开辟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先锋 许安华的光影生涯中作品慎风 纵横影坛的40多年间 指导了《风节》《与人四时》 《天水围的日渔夜》和《陶节》等多部经典电影 六次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 2020年7月 许安华荣获第7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成为全球首位获此殊荣的女导演 文念中说 好好拍电影于2018年拍摄完成 未能记录下许安华去威尼斯林奖的一幕 略有遗憾 只得在结尾以字幕呈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